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盐朝使人入海求蓬来 方丈迎州 此三神山者其父在渤海中去人不远 司马迁曾在《史记风扇书》中 记载了多位君王派遣使者入海求仙的传说 而他笔下所提的三神山 便是长岛最初留给世人的浪漫身影 长岛县是山东省唯一的海岛县 纵管渤海海峡的151座岛屿 3500多平方千米的宽广海域 天光与水色间 勾画出了只属于长岛的壮阔和移� 从放下农具迈向海洋 到高歌时髦扬帆起航 脆弱而珍贵的海岛生态 曾经是岛民们发展致富的沉重枷锁 如今却成为打造渤海粮仓的富饶宝藏 这里是长岛 是大自然鬼斧神功造就的山海洞天 这里没有虚无缥缈的神仙楼阁 却有海岛人世代守护的生态奇迹 长岛虽然拥有悠久的历史传承 但直到1956年才开始建县 长岛最初的名字 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 那时的人们对于海洋的认知有限 隔海相望的长岛 被幻想为神仙居住之地 无论是传说中秦皇汉武寻找不死仙药的海上仙山 还是民间文学与史料中多次提到的蓬莱仙境三神山 长岛县最早的名称总是不沾一丝人间烟火 宋代大文豪苏氏 曾在《北海十二世纪》中感叹 误然交哭 其余皆紫脆缠绝 除莫韬中 真神仙所宅也 现当代著名作家杨硕 也在散文海誓中描写了自己登上长岛的感受 果然不愧是海上仙山 这一带岛屿烟龙雾绕 一个闲着一个 简直是条锁链子横在渤海湾里 然而就是这样一处古今文人都散叹不已的人间仙境 在历史上却曾是著名的人间炼狱 在《宋史刑法制》中有记载 佩立重者沙门岛寨 意思是火重刑的囚犯需要留佩到沙门岛寨 这里所说的沙门岛便是今日长岛所辖的庙岛 在宋代 次佩是仅次于死刑的重罚 按罪行的轻重 犯人们次佩的距离和地域各不相同 其中最为严重的便是次佩沙门岛 沙门岛的名称源自于岛上的沙门佛院 后来佛院改为海神娘娘庙 并且名声日盛 于是流放犯人的海岛逐渐变为当地渔民 和过往传商的祈福道场 沙门岛也由此更名为庙岛 而庙岛群岛这一地理名称 直到今天依然被人们所沿用 成为长岛使用最久影响最远的名字 随着时代变迁 群岛中占地面积最大的南长山岛 逐渐成为行政中心 庙岛群岛也随之演变为长山列岛 简称长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北长山岛西北角的海滨处 有一段400余米长的断崖峭壁 这处崖壁因巍峨陷陷而得名九丈崖 时至今日 崖壁上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错动 凹陷的痕迹 而这些密布的波纹 正是长岛诞生之初的生命密码 几亿年前 焦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相连一体 地壳的剧烈运动导致大陆桥断裂 形成了长山诸岛的雏形 之后的数万年里 连接焦辽两半岛的巨大陆桥 多次被淹没又露出 最终成为今日的长山猎道 2017年4月 王磊受聘成为长岛北城村升级改造的总设计师 习惯围绕围绕乡镇自身特点 寻找灵感的王磊 对一处杂草丛生的矮土堆产生了兴趣 原来王磊 王磊脚踏的土堆 竟是西周时期遗存的城墙旧址 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 这样的遗迹在长岛比比皆是 那么长岛整管是一组岛屿 但是我们最近这几七年 在长岛从开展的考古工作来看 长岛的历史跟大陆上是同步的 而且它每一个尸体就是不简单 它的延续性是非常强 作为海岛能够拥有如此繁荣的文化 离不开对外交流和通商 但是在造船术并不发达的古代 前人为何要放弃安全的近岸海域 前往这深陷汪洋的群岛呢 长岛线的151座海岛纵贯南北 几乎占据了渤海海峡的三分之二 最北端距辽东半岛的大连老铁山 只有22.8海里 而最南端距交东半岛的蓬莱 仅3.5海里 并且相邻岛屿之间 最远的距离也不到20海里 全部都在事业范围内 我们在北端发现了一种典型器物叫水罐 这种水罐是大门口文化的典型器物 但与此同时在这些意志当中 还发现大量的什么统型罐 那么这种统型罐的颜色发毁 但是那表面是有可化的 这种特点的文物 是辽东地区小之上文化的典型器物 辽东类型的水罐和辽东类型的统型罐 共同证实了长山列岛作为海上路桥的往事 这条海上通道不仅将中原文明传递到了辽东等地 还在华夏文明的对外输出中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 公元八世纪时 唐代有两条主要的海上对外交通线 一条为广州通海一道 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南海海上丝绸之路 另一条为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 登州及今日的山东蓬莱及周边等地 这一航线沿长岛横渡东海 在当时已可延伸至日本列岛 这条与广州通海一道并重的航线 如今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并被一些学者称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文物所记载的历史早已沉寂 九丈崖所眺望的海面上 也没有了昔日浩荡的商旅船帆 远离大陆的海岛 原本难逃荒芜与凄凉 但长岛却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 以路桥之变成就他人 也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在长岛所辖的庙岛北端 矗立着我国北方的第一座妈祖庙 显映宫 瘦身殿位于显影宫最北端 殿内保存着目前唯一存世的一尊 宋代同身妈祖像 显影宫自诞生起 经历了数次朝代更迭与翻新重建 作为我国北方沿海 最具影响力的妈祖庙 庙内最多时 曾有用于还院的 碑 结 扁 二百余块 和历代院船三百余搜 遗憾的是 这些珍贵的遗产和财富 都在时代的洪流中 被毁坏殆尽 只有这尊铜像 依旧坐手宫中 服幼四方 这是一段拍摄于2002年5月5日的影像资料 记录了长岛中断多年的妈祖诞辰庙会 这次盛大的典礼不仅吸引了众多当地游客 也让梅州妈祖庙和台湾妈祖庙的受邀嘉宾 意渡了山东礼仪之邦的风采 而这次庙会的服装 道具 以及全部的仪式流程 都由当地的妈祖文化交流协会 设计并主持 冷宁便是其中主要的参与者之一 冷宁在年幼时受祖父影响 喜欢上了绘画与雕刻 2002年 长岛妈祖文化交流协会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成立 成立之初的首要任务 便是挖掘并恢复显应工的文化内涵 作为协会成员 冷宁的一技之长 在工作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咱显应工以前好多老物件 它都毁坏了 只能听它老爷子穿上 有什么有什么庙里 但是现在刚刚05年一禅那会儿 庙里几乎是 就是拍扁了什么 还有物件都非常少了 通过2005年以后 咱们协会都参与这里面 就是一直在这首富这块 包括马祖的仪仗 真看了 就是共作什么 就是根据当年那些 咱们重新又把它整理 又重新制作了一下 马祖文化与信仰起源于福建梅州 马祖原名林末 是一位乐善好施 受人尊敬的瑜伽女子 宋太宗 宋太宗雍西四年 林末在一次传难抢救中 与世长辞 同乡人缅怀其善良与功德 在梅州岛上建庙祭祀 象征着旧苦旧难的妈祖 就此诞生 自宋慧宗宣河五年至清朝 历代皇帝先后三十六次 给妈祖叠奖包风 朝廷的雷雷赤风最终树立了 妈祖至高无上的海神地位 作为妈祖文化北传的第一站 长岛显应宫与梅州妈祖庙 并称南北祖庭 地位极其崇高 而长岛能够成为 我国北方的妈祖文化中心 则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 长岛由群岛构成 而庙岛则与周围的其他岛屿 形成了一个扩大的天然海上唐湾 称为庙岛堂 早在宋朝时期 庙岛堂便吸引了南北商船 在此汇聚 也因此引来了福建船民 在庙岛开设香火院 至元十六年前后 随着海运规模日渐浩大 来此近乡朝拜的船民不计其数 于是由敏浙船民 于原址重修庙宇 改岛上的佛院 为专门祭祀妈祖的道场 俗称海神娘娘庙 奠定了庙岛妈祖庙 在北方妈祖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到了明朝时期 崇祯皇帝赵立观庙 并遇刺匾显映宫 至此 常岛妈祖庙的名声和规模 达到鼎盛 为了迎接一年一度的显映宫祭祀大典 冷宁来到庙里 准备相关的修缮事项 从诞生到今天 长岛显映宫 已经走过了将近九百年的春夏秋冬 风雨的洗礼 为这一方宁静增添了岁月的沧桑 如今庙里的木制门窗 多已不堪重负 一些十多年前修复的牌匾 银帘也出现了破损 及待整理或重制 但相信有了当地人的保护 显映宫一定能够迎来新的辉煌 曾经生死未捕时的恐惧 成为今日追求美好的信仰 在风浪中漂浮不定的生活 早已远去 但既困向善的美德 却成为风扇 融入了长岛人的血脉 在长岛县的传模匠人刘延安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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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岛县时期的旧照 照片中 数十艘大风船收翻西鲁 停泊在港湾之内 平静的影像背后 可以追溯的却是长岛人直面风浪的 床海时代 床海是长岛本地对于远洋捕捞的叫法 随着床海时代的远去 岛上亲历过床海的血性汉子们 都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者 大门 茶大门 茶大门 茶 这这大船是你不是 不大碗吗 不都是这个大碗喝茶吗 孙长志年幼时 曾跟随村里的老哥哥们一同传海 作为船上最年轻的一员 如今他也步入了花甲之年 过去那个社会 那种我们的族边 父边 都是十三十五十五十五十十 那么他呢 这个为了生存 为了能带上帝 就得整个年龄 就得去出海 长岛陆地面积有限 在旧时艰难的生存环境里 为了寻找出路 岛民们不得不背井离乡 选择师母族远洋 普通的渔船 无法应对喜怒无常的大海 长岛大风船便应运而生 由于船体庞大 大风船需要十多人来共同操作 每当出海 全船人的命运便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这是一段拍摄于1987年的影像资料 画面记录了大风船上 一种古老的启程仪式 整颗的心肉分而食之 整碗的美酒分而饮之 简单直率的形式表现出的 正是长岛人共生共存同舟共祭的质朴心愿 太阳的危险与动荡断炼了长岛人 形成了他们崇尚团结 崇尚集体精神的传统 而这种传统被编织为古朴凝重的歌声 成为渔民们在劳作时齐声呐喊的耗子 去黑的时间干没想活都厉不开耗子 你要是不含耗子它发力不一致 你要说吧 你去黑的时间老大说去黑 那一磁魔呢 一个人你帕不上来这种摩 那整个全市这十个人都在那裡 一致发力 那个耗头一含力也拔这十毛 乖乖 乖乖乖 乖乖乖乖 长岛渔号曲目众多 每种耗子都具有独特的韵律节奏 表现着不同的生产内容 这些振奋人心的音律 通过渔民们的吆喝与呐喊 传达出来 既豪迈又和谐 与大风船一起 成为长岛在传海时代 最鲜明的特色 为了改变命运 长岛人的先辈们 含起强劲的瑜伽耗子 将他们的意志与力量 呈现在波浪起伏的海面上 让这种古老的歌声 在北方浩渺的海洋里 久久回荡 从大风船诞生至今 已有三百多年 传海的时代 早已在养殖业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中 落下了帷幕 但祖先们的声声难喊 却从历史深处传承下来 每当自家的小店兵棚满座 孙长志就会为大伙喊上一段耗子 你们我怎么能学会都要了五号子呢 就是在海洋台上坐着请 远远由缘而近 团列了这种大男人 女民 那个后方 那个身影 这个洪亮的身影 很震撼 对于一位逐渐老去的传海人而言 纵然惊涛骇浪 变为欢乐人潮 其一声呐喊 变为独自吆喝 只要大海游在 属于海岛人的余浩生 便不会远去 南皇城岛 位于长岛北端 岛路面积只有1.83平方千米 却坐拥全国少有的无污染海域 这一片海域为人工养殖业 提供了绝佳的环境 今天岛上一排排整齐精致的别墅楼 让人很难想象 这处捞金捞银的海上牧场 竟然也曾是让渔民们 血本无归的海上牧场 肖本桓是南皇城岛养殖医厂的厂长 也是第一批搬入这片瑜伽别墅的住户 他18岁参加工作 从捕捞到养殖 见证了南皇城岛十几年来艰辛的转型道路 长岛的人工养殖业从上世纪50年代末兴起 养殖专用的网龙铺满了海滩 渐渐渐取代了单纯用于捕捞的渔网 养殖业让长岛一跃成为位于全国前列的 小康县在这场高歌猛进的发展背后 南皇城岛是最大的功臣 海带养殖是南皇城岛养殖业的起点 作为中国最早的海带养殖基地之一 1959年海带养殖在这里释养成功 之后用于悬挂养殖物的浮漂 便迅速占据了长岛的近岛海域 直到20世纪90年代 海带养殖一直是长岛的支柱产业 也为长岛赢得了海带之乡的美誉 但岛民们很快发现 海带养殖并不是最赚钱的路子 海带城门口组于地 还不够一口费 可是外面营赠了下一三倍养殖 一开始八九年开始饲养 饲养以后开始收入客观 可是九九年以后开始大面是贴王 贝类养殖带来的经济效益 让岛民们纷纷割去海带 挂起了网笼 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大海无情的愤怒 1996年开始 长岛全线的23平方千米扇贝 连续三年出现大面积死亡 养殖业的覆灭 导致全线几乎所有的水产加工企业倒闭 全线的生产总值降低了三成 南皇城岛更成为了重灾区 那一年 萧本桓刚刚结婚 为了让家人们过个好年 他只能拖出旧木船 抢在年底前出海打鱼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 岛民们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这时几位老渔民提出了恢复被藻兼养的模式 被藻兼养是南皇城岛引入被类养殖时 采取的过度养殖模式 曾为岛民们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 海面下的藻类 就像陆地上的植物 对于修复生态至关重要 老人们虽然不懂科学养殖的方式 但他们丰富的经验 却帮助岛上的养殖户 寻找到可行的出路 大面积实行被藻兼养后 海域生态渐渐得到了恢复 与此同时 岛上还引入了海上网乡养鱼设施 实施渔业精品化养殖 并连续多年进行海底投苗 让各类海真品 在原生态的环境中自然生长 实现了上中下的 新型立体养殖模式 科学的养殖方式 形成了这种大型的事物链条 因为藻类的养殖 可以释放养气 而这种释放的养气 可以被被润吸收 被润的粪便 以及藻类的亲植物 可以被海真品所吸收和利用 南皇城也都是通过这种 科学的养殖方式 现代的养殖生产 在转向升级当中 应该说也藏到了天头 如今 南皇城导摸索出的立体养殖模式 已在全线170多平方千米的 海洋牧场上得到了应用普及 沉默无银的南海之下 北海粮仓的富饶与丰收 是大海对于岛民们的最好赞许 长岛地处渤海海峡 拥有3500多平方千米的广阔海域 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县 但同时 长岛又是全国陆地面积最小的县 全县151座海岛的岛路面积 总和只有56平方千米 与西安的秦始皇陵面积相近 而这其中 仅有10座海岛是居民岛 身处汪洋 土地始终是长岛人 最为奢侈的财富 九丈崖 旺夫郊 海石战道 稀缺的土地在潮涨潮落的千年时光里 逐渐演变为纷繁复杂的地质遗迹景观 虽然无法用于居住和耕作 却成为当地发展旅游的绝佳资源 可惜由于地理位置的独特性 长岛线的很多以拟风景 只能养在身归人未食 1984年 岳崖湾作为长岛的第一个旅游景点 首次对外开发 从那以后 天生丽质的长岛 便在旅游发展的道路上 势如破竹 不仅先后荣获多个国家级的荣誉称号 2005年 更是凭借众多的海石海基地貌奇观 成为我国唯一的海岛型国家地质公园 随着游客人数的不断激增 生态旅游的战略 逐步成为长岛的发展大计 但发展旅游 首先要解决游客的吃住问题 而酒店 旅馆 停车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又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 这让原本就僧多粥少的长岛 陷入了深深的困局 所以可原也是在于咱经营 在咱自己的价位上 你一顿饭多餐 孩子你嚼得 鲍鱼嚼得 你价格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发展 对不对 贾平是长岛县的佣军模范 在当地被士兵们亲切地称为贾妈妈 年轻时贾平凭借敏锐的商业头脑 白手起家 通过多年的努力 让全家人都住进了阳气的二层小楼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 商业上的往来也越来越多 可那时的县城 只有几家不大的宾馆 而且总是人满为患 于是 贾平便招呼来到的客户和工人 在家里吃住 他们来拿货的 因比较多了 一来来六十个 七八个 一开始在 我都铺了地毯嘛 一开始在地毯 放了玉子在地毯上睡 后来觉得这可因比较多 这是一个生意 贾平后来将家里的小楼改造 正式转型做起了瑜伽乐 与此同时 长岛当地政府 也选取了十一户瑜伽 进行改造试推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益 从2000年至今 岛民们自行申请改造的瑜伽乐 与全村整体改造的风情园 在长岛随处可见 以长岛瑜伽乐 作为起点的生态旅游 已经取代原本的观光型旅游 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近2016年 全县接待的游客 便达到数百万人次 实现门票收入上亿元 为了给长岛的旅游事业 注入更多的活力 当地政府 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 作为第一要务 对城市设计 海域使用 海岛修复等项目 也极为重视 从海岸线整治修复 到连岛大桥 再到跨海引水工程 众多的基础工程建设 都为长岛向着旅游度假岛 转型发展 打下了牢固基础 作为海岛线 生态是长岛最核心的竞争力 也是长岛最脆弱的一环 而温暖的瑜伽 同心协力 便打破了土地对于长岛的桎 那些忙碌而幸福的身影 成为这片生态蓝土上 最迷人的风景 风起浪涌 镇刻出属于长岛的兵机遇武 四海同光 承载其属于长岛的赤子之心 在黄海与渤海的交汇之处 曾经由异曲鱼歌嘹亮 伴长岛风帆于波涛中 乘风破浪前行 如今有万亩海田生辉 驻长岛渝家在深海处 效应八方宾客 因海而生 却没有围海所困 瞬息万变的大海 让长岛人收获了 更多的灵动与坚毅 无论天高海阔 都能在时代中 闯出属于自己的璀璨未来 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